魅族16X发布直播地址 魅族16X发布直播再先看 魅族16TH发布不久 魅族就对外宣布将发布一部面向终端上了手机 魅族16X从那时起 黄章就在魅族论坛发声爆料大神 曝光了不少新机的信息 让不少网友觉得这是一款非常扯入手的手机 于是翘首以看 希望魅族这次能带来性价比高 适合年轻人用的手机 现在不用苦等了 魅族16X来了 魅族16X的屏幕将与旗舰级手机 魅族16TH保持一致 正面也将采用无流行全面屏设计 也就是三星的欧姆雷屏幕 屏幕大小为6英寸 正面观感应该和魅族16TH一模一样 手机上下对称 左右边框的宽度只有1.3毫米 超薄的机身 超高的屏占比 高颜值要帅到无思想了 所以魅族16X的后壳将采用基础材质 让后壳到中光过度的更加自然 让手感也更好 还有漂亮的鲁窑白色 魅族16X的手感 将是温润如玉 套斯的制裁 可以提供远超玻璃的手感 让手机更加提高手掌 魅族16X将搭载消灵 安兔兔狂炉了18万份 讲汉的性能 应付一场使用完全没问题 应该是面向年轻人的一款手机 游戏体验不能太炸 所以网易 所以魅族和网易 腾讯深度合作 为魅族手机 带了专属优化 给游戏加Buff 让你的游戏更顺畅 轻松吃鸡 魅族16X还将配备 拼下指纹击锁功能 而且魅族16X的定价 将在2500以内 所以说将会超过 魅族16TH成为最便宜的 拼下指纹识别的手机 很多网友直呼 魅族16X就远超过 其他同类型的手机了 魅族16X的市民直播平台 将在魅族社区 微博 微信 贴吧 快手 爱惜 等讯视频 bilibili B直播 斗鱼TV 熊猫TV 火猫直播 龙猪直播 战骑直播 全民直播 奇袖直播 虎牙直播 触手 触电新闻 咪咕直播 呗呗直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